就是呢 他會亂數的取得一個月份的英文單字 然後呢去猜這個是幾月 當然這個因為剛好月份是數字 所以我們可以輸入幾月的話可以輸入英文 那你當然如果輸入錯誤的話他會答錯了 如果你輸入正確他就跳離 當然特別主要這個是無窮迴圈 無窮迴圈就是說如果你一直沒答對的話 比如說你一直答錯誤的話 他會一直跳離 一直跟你講說答錯了 一直答錯了 你除非一定要答正確才能夠跳離 這個叫無窮迴圈 就鬼打牆 但如果說另外一種寫法就如果呢 你有回答次數比如說你最多可能猜三次 三次猜錯了 很抱歉你就不能再猜了 因為如果你三次都答不對的話 那顯然是你根本不知道答案 OK 那怎麼辦呢特別主要如果是無窮迴圈 那記得用file 我們上學學講過 如果有次數限制的話 那你用for 特別主要兩者寫法不同 應該可以理解這個道理吧 只是說要怎麼寫 應該還記得啦 我們只是重點回顧 1 如果要亂數 這個幾月呢 5月 Enter 答案正確 所以第一個我們會需要什麼 亂數跑一個 月份 亂數喔 所以你會發現每一次都不一樣喔 那有可能會重複啦 可是基本上他會亂跳 月份有沒有 所以第一個呢我可以 import一個random Random這個module裡面的話呢 它會有一個什麼呢 一個叫random range 的一個方法 這個方法就是會在 哪一個數字到哪一個數字 就是 一樣跟range類似 從0 開頭到12的前一個 就11 0到11之間呢幫我變化 隨便找一個亂數來show 所以呢我要去 第一個我知道說有亂數了對不對 再來我會有清單 清單的話呢 基本上就一個list 這個list的話一定是中瓜湖 中瓜湖結束 這個叫list的一個清單 其實有點像正列啦 不過在Python裡面 是要做 串列list 裡面這個名稱的話 其實我上學有提過啦 最簡單的方法你可以用什麼 用Excel有沒有 這Excel嘛 你先打1月向下填滿 12月全部出來了 你後來就是直接把它再貼到那個 記事本裡面 加前後雙以後 加好之後的話 再把它貼過來 真是OK 應該可以知道意思啦 那 有清單的 那特別注意喔 他的list 位置一定是 從0開始 0 1 2 3 4 這邊到11 特別注意喔 不是我們的理解的那種順序 所以這邊的話 Rondon也要0到11 不然有同學說 老師你為什麼不1到12啊 這樣比較好理解 對 我們上學好像會講到 不過我們可以先看一下 再來的話呢 就請他輸入 所以請他輸入的話呢 一樣是什麼 Import 有沒有 問題為 有沒有 這是幾月嘛 所以 我因為已經 隨便的乱數 比如說假設 我隨便這邊呢 Rondon 假設0到11 然後可能6 好 他就把這個6 丟到這邊來 他就會去抓這個串列裡面的 第7個 0 1 2 3 4 5 6 把這個7 把它怎麼樣 第7 就8月把它丟過來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抓到的東西呢 實際上就是這個東西 把它塞到這邊來 所以顯示出來的話 就是這一個 有沒有 AUGUS 就是 不過其實我發現 因為他本來就是一個 字串 那我在轉字串 好像有點 多此一舉 這邊應該可以拿掉 因為之前沒想到 習慣就是把它 補一個字串 這個字串 因為本來就字串 你還轉字串 不過你多轉他也不會錯 OK 好這是幾月 然後呢 他因為我們輸入的話 一定是輸入數字 可是問題 Input過來的東西 假如輸入5的話 理論上我輸入一個數字 可是Input 經過Input之後呢 他會幫我怎麼樣 轉成變成 字串的5 所以我用int 再把它轉成 轉成數字的5 才能夠做判斷 這一點要特別注意 接下來就是無窮迴圈了 無窮迴圈就壞了 我講說 無窮迴圈怎麼寫最簡單 很簡單 壞有1冒號就好了 1的話就True True的意思就是說 是不是 真啦 反正永遠都是True 他的預設值都是 永遠都是True 所以 這個地方 他永遠不會離開 預設值都是True 所以最簡單的無窮迴圈寫法就是這樣子 File E冒號就可以了 那他就會進到一個無窮迴圈 可是問題你想說 老師那怎麼樣可以跳離迴圈 很簡單嘛 Break不就好了 Break就是跳離 OK 所以特別是無窮迴圈 請記得要搭配一個Break 如果你沒有搭一個Break的話 很抱歉 他永遠跳不出來 就真的是無窮迴圈 所以FileE冒號 這個無窮迴圈 然後他就回答 可是問題啊 特別重要他輸入之後的話 他輸入的 我假如說輸入的是 比如說我輸入 假設8好了 可是問題來了 我輸入8 可是他實際上是7 為什麼 因為我們亂數 他的 那個list是0 這邊是7 所以我輸入8之後 必須要再 把那個原來的這個mins 我輸入的8 有沒有 必須把他的原來的指標再加1 因為他是7 才會match 不過說真的 後來我好像有改版的印象 上學期如果 你想說 要加1 要插一個加1-1 頭痛 所以後來我用了一招 什麼一招呢 乾脆我把它變成一模一樣 就是在這邊多一個什麼 空的 這樣不就好了 意思是說這個0 這不就1了 有沒有 這樣的話 順序就 你根本不用加1-1 OK 然後亂數的話 就是 從1到13 就是 亂數就1到12幫我跳 這樣也很好理解 所以有時候 城市說真的 千萬不要拘泥於原來的 那個樣子 你就是 好記好寫 好理解最好了 所以這邊加1也不用了 所以我每次 關到 同學每次說 老師為什麼這裡城市要加1 我被問到已經是N變了 我都已經覺得 好啦 不要加1了 就直接怎麼樣 就這樣子好不好 應該可以懂了吧 對 懂了 城市有差很多嗎 沒有 但是只是因為 寫法 轉個彎 所以後來我的寫作方法 通常是怎麼樣 我都寫成 不要再去轉個彎的寫法 那你會想說老師可是這邊會多一個啊 浪費空間啊 這浪費多少 一個敗者 一個敗者多大 沒有現在unicode是兩個敗者 兩個敗者 我給你10個敗者 我給你100個敗者 沒關係 為什麼現在記憶體又大到不行 他會浪費記憶體 現在記憶體隨便 都4G8G的 根本 簡直是 完全可以忽略 所以這種寫法 你說 這個應該有印象 一樣呢 我們如果假設 目前是在哪裡呢 在 Python 裡面可以看到 可是我今天希望 這是比較麻煩的地方 我希望能夠把這個概念 寫到網頁裡面 那網頁裡面就有個問題了 什麼問題 我要能夠怎麼樣呢 不過你會發現 如果假設你不知道網址 哪一個 Enter 它會出現Page那些放 其實你看這一串就知道 你的那個 專案裡面有哪一些網址都會列出來 所以如果這個網址列出來不對的話 那你就要記得 你可能run錯專案 這也是個判斷依據 那你比如說我這邊有那個 MANCE CAR IN好了 有個IN跟OUT 為什麼印 印就是 剛開始初時化那個 那個網頁 而且你會發現我現在沒有打這個 後面的反斜鍵 Enter會不會掛掉呢 居然沒有掛掉 剛剛就掛掉 OK啊 不過我覺得 反正啦 你就記得啦 乖乖的加好了 這樣都沒事 幫他有時候有事 有時候沒事 真的是很有事 對 我記得就好啦 這個其實 也真的不要裝牛耳間 說真的啦 你不用去一直裝為什麼 我跟你講沒有答案 這知道又怎麼樣 對不對 你改變得了嗎 改變不了啊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改變不了的事情 你就不要去想 因為那沒有答案 對不對 很多事情都這樣 那你可以改變的 你去做你可以改變的事情 像後面我們寫程式 我可以改變 對不對 所以你像我就專注在 我可以改變的事情上面 其他我不能改變的事情 我會關心 但是我 對對對 OK好 小車遠了啦 好你會發現 你會Enter過之後呢 我希望怎麼樣 每一次的這個 變數呢 都不一樣 如果說我今天輸入一個正確的 假設不正確的字 我希望底下這邊會輸出 一個 紅色的字 讓你知道一下 因為我沒辦法跳之前像 什麼訊息之類的 那可是我可以跳到這裡 可是問題我怎麼能夠跳到這裡 這個又是一招了 那如果答對的話呢 可以跳離啦 跳離的話 也許 同一頁也可以啦 不過我是跳另外一頁 我是跳到一個out 但你可以把in跟out合而為一 OK 那這邊的話呢 我想 先試一下吧 這當然不要直接給你講答案 講答案 其實 好像大家都 就是照著抄 沒意義啦 最好是自己想出來的 如果你可以想到怎麼去做這件事情 那恭喜你 後面如果你在練習其他的 你會非常覺得 什麼都變簡單了 OK 好 所以第一個 請各位試一下 程式部分的話呢 雲端上應該也有啦 如果沒有的話 這個可以 這個也許上學期的東西啦 你可以 可以先拿來練習看看 那我是直接把它 這邊好像有 這邊有一模一樣的 再貼一下 好像有一模一樣 OK好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先複習一下 其實這個程式不複雜啦 如果可以的話 自己重寫一遍 當然是最好 像這種題目的話 像 我那個在7月14號會參加一個 那個Python的證照研習 就是考證照 那證照的題目就長這樣子 他就給你一個類似的這樣的案 這樣的一個題目 然後要你現場把 把那個程式寫出來 OK 其實我覺得那題目真的算起來 跟文章比起來 算是簡單的 如果你把上學期的東西練手 去考那個證照 應該沒問題 就是 電腦技能基金會 他叫TQC PLUS 是吧 是吧